你敢在火山口蹦及吗 他们就敢前来送死 我们先沉浸式感受一下 这是智利南部的一座火火山 喷射异常凶猛 温度极高 是很多游客打卡拍照的圣地 可企业家乔纳森 竟要从直升机上跳下 挑战火山蹦及的坐四挑战 就在火山蹦及的当天 天气晴空万里 很适合冒险 乔纳森直接系上安全带 自信地趴在直升机上飞往火山口 直升机在近千米的高空飞行 乔纳森就挂在直升机一侧 西服被吹得啪啪作响 可乔纳森一脸淡定 飞机缓缓向火火山靠近 火山口还冒着浓郁的白烟 一切极限运动都是有风险的 如此花样的运动 真不知是哪个大神想出来的 从这个角度看去 我这恐高症都犯了 这座火山极为活跃 里面的岩浆沸腾翻滚 热量的温度最高可达3000摄氏度 要是你 你敢在火山口蹦极吗 乔纳森还叫上自己的朋友杰瑞一起来参加 到了火山口 杰瑞依旧气定神仙 这指定是个狠人 蹦极起跳的位置已经到达 接下来就是勇士们的开跳 面对热辣滚烫的火山口 乔纳森毫不犹豫地跳了下去 这自由飞翔的感觉 就像一只鸡翅在烧烤架上飞翔 我始终不理解 那些喜欢蹦极的人是什么新颖 杰瑞竟然后仰是蹦极 这冲击力和刺激度直接拉满 当轮到乔奈斯的女性朋友乔一时 面对自己脚下的火山 她竟然未占先妾 苦苦哀求教练不想跳了 最终直升机只能原路返回 可这世界上永远不缺挑战极限的勇士 眼前的女子竟要飞越火火山 她到底是能挑战成功 还是半路原地丧命呢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这样的一桩飞行 就好比蚂蚁要从你家的火炉上飞过 简直就是找死 萨尔莎准备起飞了 我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真怕她出事 此时萨尔莎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200公里 空中的她只能靠肢体动作掌控滑翔方向 一桩飞行被称为是背着死神飞行的极限运动 而此次萨尔莎竟要一桩飞行穿越火火山 这无疑是把死神不放在眼里 要是你 你敢这么做吗 与此同时 萨尔莎开始穿越火山口 一桩飞行堪称极限运动中的极限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疯狂的极限运动 2023年 全世界也仅不到2000人敢尝试这项冒死的运动 一桩飞行中的飞行高度 调整飞行姿势和打开降落伞的时间都十分急促 在精准的操作下 萨尔莎茂斯穿越了滚烫的火山口创造了历史 一桩飞行运动的危险性和致死率极大 从一桩飞行诞生到现在 已有30%的一桩有失丧命 甚至连一桩飞行的创始人卡尔波内什 都在1998年的一次一桩飞行中 因操作失误而摔死 这是两名喷气机飞行员 文斯雷菲特和弗雷德福根 在中国穿越天门山的现场 我们沉浸式体验一下